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覺得現在兩岸確實處於 一個相對危險的一個狀態 這個恐怕也不是 就是文章下架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九二共識 到底是這樣 因為過去 中國大陸其實只說一中 一中各表是 就是國民黨這邊單方面講 那大陸雖然知道國民黨這樣講 但是大陸就當作沒看到 就用這種模糊的方式 其實就是兩岸保持一種模糊性 但是至少還有一個一中 那民進黨是連一中都不要 所以他認為九二共識根本沒有意義 因為我連一中都不想要 所以就沒有九二共識這個東西了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 人民政協報是蠻特別的 就是你說兩岸會 平臨開戰邊緣的原因 或是兩岸之間 就是極其危險的原因 是因為國民黨沒有這個 九二共識 所以民進黨也不要啊 國民黨也不要 大家都不要了 不是問題是 國民黨要不要很重要嗎 我覺得國民黨還不是執政黨 對不對 國民黨現在在 我講比較那個一點 國民黨在台灣的 政黨支持度 現在恐怕比2020年的時候還要低 是啊 肯定啊 對啊 所以 國民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黨嘛 它會影響台灣未來的局勢嗎 目前看起來都還好而已 它只是在地方上還有一些實力 可是在中央方面它的實力並不強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告訴我說 因為民進黨放棄九二共識 所以兩岸明明該站邊緣 我還比較能夠理解 你說國民黨放棄 我真的不知道理解什麼 但是這也反映出另外一個東西 也就是中國大陸這邊有一些 有一派人他們在憂心 因為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這邊認同九二共識的人 其實是越來越少 那當認同九二共識 越來越少的時候 兩岸之間到底還有沒有共識可言 那如果沒有共識可言 是不是又要回去 回到過去那種台灣是戒嚴時代 然後呢跟中國大陸爭鋒相對 因為其實嚴格上來講 兩岸之間其實處於一個 內戰尚未結束的一個狀態 嚴格上是這樣 因為沒有停戰協議 也沒有組成政府 也沒有達成任何其他的和平協議 所以兩岸之間 就是在至少在某種意義上 還是處於內戰狀態 是不是要重新回到內戰狀態 那這個必須要去考量 那當然我相信 中國大陸那邊有人認為 你現在做這樣的表態是不妥的 因為兩岸之間已經很緊張了 特別是美國 台灣政策法已經要開始審了 那兩岸之間會更緊張 之前因為裴洛西的關係 說真的啦 你圍倒演習講起來 好像我們台灣人覺得沒什麼 你只要中間有一個應對不對勁 插槍走火可能就打起來 就打起來了 這個真的很難講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兩岸之間是很危險 但是你要說 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後 最強勢的接班人 其實我是不同意 這是路透社說的 你們忘記鄧小平 鄧小平我覺得習近平 做法不太一樣 兩個人做法做風不太一樣 鄧小平其實到現在 我覺得習近平還沒有到達 他那樣的高度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所以也許二十大之後會 我不知道 但至少目前都還沒有完全 因為當時你看 鄧小平他居然能夠說服 整個中國共產黨 改革開放 做整個 那是完全180度的大轉變 而且基本上就是 把共產主義修正 那個是他如果對 對黨內沒有一個相對強大的壓制力 是不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認為習近平至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達到這樣一個高度 那當然我相信他是想要去達成這樣一個高度 那可是 對中國跟對俄羅斯來講 你要說他們抱團取暖 我是不認為 我覺得這個 這個離事實有點遠 因為烏爾戰爭 雖然俄軍進展不是特別順利 可是俄羅斯自己內部也受到通膨的影響 其實也很嚴重 但是顯然歐洲受傷比他還嚴重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狀況下 你覺得俄羅斯處於一個劣勢地位 我想至少普丁不會這樣感覺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跟美國之間的貿易戰 看起來 美國持續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 其實還是增加了 那所以 看起來他也沒有輸啊 所以你說他們兩個是在那種 好像兩個都兵敗如山倒 所以只好抱團取暖 我是不同意這個見解 我認為他們是因為戰略上 彼此真的有需要 而且我覺得這個戰略需要 根本是美國硬逼出來 本來他們不一定要有這種戰略需要 是美國硬要他們兩個在一起 錯在一起了 對啊 那你既然 美國真的這麼希望 我們兩個合在一起 那我們兩個就合在一起給你看吧 就是這樣 那彼此對對方也都有需求啦 所以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也就是過去 主要都是看美國怎麼拉幫結派 去圍堵俄羅斯 圍堵中國大陸 那現在反過來了 看俄羅斯跟中國大陸怎麼拉幫結派 去重新反包圍美國 我覺得只是一個正在上演的一個過程 真正較勁的時間還沒有到 好 請問大使 剛剛賓哥講到這個觀點頗有趣 你看過去 各位你自己現在動動腦 對不起我今天有點紅 有點過敏癢癢 不知道為什麼 你現在腦袋裡面思考一下 美國搞起來 專門要對付中國大陸的組織有多少 我們從最近的印太經濟架構 AUKUS 跨的 藍色太平洋夥伴 還有什麼 還一堆啦 反正還有一堆啦 都是要對付中國大陸 那我曾經也說過 其他拉來拉去都這些人 澳洲啊 日本啊 韓國啊 英國 加拿大 大家換來換去 加個印度 換來換去 這三個變成一個 那這三個 A出去 換一個D進來 這三個又變一個 湊來湊去 把這些國家都湊在一起就對了 過去一直都是這樣 可是賓哥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這一次中俄在上和組織峰會 中亞相見 是不是一個以前都是你來唯我 現在我也要糾團來唯你的開始 就是一個風向 一個局勢的改變 或說是一個更大規模對抗的開始 美國這個國家的性格 它是不斷斷鬥爭 不斷革命論 它昨日就是昨日 今日就是今日 它是不斷欺負人吧 就是革命鬥爭啊 而且這個國家兩百多年打 只有幾年沒打仗而已 那種鬥爭性 那種在它血液裡面 然後呢 不管是玩真的玩假的 都是一流的 我跟你講 很多人在這個公司裡面 跟白人做這個同事的 我很多朋友都知道 搞政治第一流的 哎呦 這麼厲害 完全搞政治 搞這種辦公室政治 辦公室鬥爭就對了 每天都要搞第一流 你弱它就強 你強它就弱 你今天強了 哇 你幹嘛把你奉承的 把你拍得舒舒服服的 你如果弱的時候 它就把你當落水狗 把你踹到死裡踹 這是美國的性格 西方人都有一點這個性格 那所以就是說 跟美國人的話 你記住不能示弱 你示弱的話就一直吃 你買它的 買了這個 你買了它的波音飛機 你還會買就買完了 多得很 你這個門一開 哇 連外當勞也要去 什麼都要 將來來每個人都給你開價錢 這是他們的性格 他們是狼性 狼就是這個個性 就是說嗜血 然後呢有機會吃就 群體把它吃掉 他們單獨也給你吃掉 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其實讓美國人 這個對中國大陸產生 絲毫敬意是韓戰 韓戰這一戰 讓美國人贈助美國人幾十年 到今天餘計猶存 他就認為你就是很能打的 那他不是不跟你打 他就要迂回 對 他不是不跟你鬥 他不跟你正面戰場鬥爭 用台灣 用新疆 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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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什麼香港 你天安門事變 你想想看 當時那些天安門事變的 那些學生怎麼出來的 美國那時候就已經派了 一大堆人在那邊接了 最後就接到美國 什麼什麼柴林 什麼哪個不接到美國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中國大陸有一句話 前一陣子就是說 美中貿易開戰的時候 他們用毛澤東一句話 他說用妥協 求妥協 求合作 則合作亡 用鬥爭 求合作 則合作存 就是說你要跟他 你要跟他好好做朋友 你用好好的方式 你跟他妥協 你反而做不成朋友 你要跟他強烈的鬥爭 你才有辦法 所以我是覺得 所以我是覺得其實習近平現在他到第三任 他國內的任職地位我覺得比較穩 另外這一陣子時候的這個國 美國的這種不斷的挑戰 我覺得大概是準備要走硬的路線 要走硬的路線 然後畫紅線 警告 然後行動 然後行動 那我覺得關鍵問題的話 現在是準備打仗 在哪裡打呢 在台灣海峽打仗 軍隊現在我想 解放軍現在在台灣這地方演練 天天東一個南海西一個什麼地方 到處演練 基本上以戰爭為指向的演練 我想現在在解放軍在台灣問題上 大概都是受到這個 隨時準備打仗 隨時準備打勝仗 那現在就是為戰爭做外交政 外交政跟戰略上的佈局 對 你美國這次在這個 在這個台灣政策法也想得很清楚 將來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對付你 你制裁你制裁哪些人 制裁什麼通通寫的那麼清楚 那現在他佈局 因為所有的這個佈局 就跟你做一個正面 正面對抗的一個準備工作 已經慢了 已經慢了 說實話 這個美國的攻擊 你說它停了嗎 還剛開始 你如果說你今天看到 哇這個冒出來的 已經這麼大一塊冰山了 你會發現你再去 你潛到水裡面去看看 更大 它那個大的龐然無比 你要想辦法把它壓住 叫它不要浮起來 它浮出來的時候 會大到你嚇壞 所以你對他最好的策略 就是在他放心未來的時候 就不斷的壓 不斷的警告他 讓他怎麼讓他轉向 讓他覺得這條路走不通 所以我是覺得將來中國大陸 不管在外交上 大概都是我走這條路了 第一個我也拉幫結派 可是我也跟你一樣 坐而不說 對不對 我也畫紅線 該回應的我就明確回應 然後很多話就講 這次你搞這個台灣政策法 那就跟你講就是說 就是魚死網破了 我們這關係就沒了 先講了 先講了 那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一次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上核組織 我認為就是說 用大陸說的是一個拐點 是一個正式的一次宣告 我跟我過去的作為 昨日總總譬如昨日死 今日總總今日生了 我今天我就怎麼樣 我今天走到路上 我就穿戰袍了 準備怎麼樣 隨時準備打 這個做打的準備 打的準備最後可能不打 你不做打的準備的話 他還是要打你 你怎麼辦 你被打爆了 你都還來不及反應 你說今天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人家說要搞個關稅 對不對 好吧 所以我剛才幫你 最後再怎麼樣 再這個實體名單 先從什麼 這個這種公司 那個公司 現在搞到什麼 現在連生化都給你搞了 對不對 還有沒有完 沒完沒了 絕對是沒完沒了下去 抖音又要進了 沒完沒了 又要進抖音 他只要有一點辦法 一息上存 他就要整你 他就要跟你鬥爭 你說拜登 拜登完了以後 拜登這次選敗了 他變成跛腳 跛腳他更凶 拜登下來換在川普上來 川普更凶 你怎麼辦 美國是生這兩個人了 沒有別人了 沒辦法 你怎麼辦 你只好 你只好 只好怎麼樣 端起槍 拿起鋼盔 這是最好的選擇了 沒別的選擇了 沒有第二條路了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